很多观众朋友很喜欢买金融股 那大家一直很担心 国泰金今年的股利政策 不过国泰金最近近期的法说 他们的高阶主管也出来强调 至少会配0.5块钱到1块钱之间 那我算了一下 以现在的股价的价位 41块 买这种股票 一般来讲我们金融股有一个东西 它的地板是PV一倍 天花板是PV两倍 它36点多37块 现在41 那它上市的增值价是35块 那它7点赚了8块多 今年剩下2块多 那明年还要我们研究研究的比较乐观 会恢复到4块左右 这么多 从2块多恢复到4块 这是大力多 最乐观 可是人家不理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从矽谷银行 瑞士信贷 得一只银行 这个蟑螂一只一只出来 那我们知道 蟑螂出来晚上一定一大堆 所以如果说 它每次世界各股这些人 对银行股的杀伤力 大家会把信心说 要求怎么多金融的风暴 所以你看到现在整体的银行股 相对 你看到那个互帮也是一样 就回到那个禁止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银行股 相对有比较大的回到它的现金增值下 像富邦的跌破现金增值下58.9 那国泰金 35块 所以我认为 大家在银行股还是稍微保守一点 就等大盘真的 如果我们所规划是一个波段低档化 你那时候来买银行股是比较好的一个时机 老师今天又讲到了一个超级好的重点 意思就是说 老师提醒大家 现阶段如果大家对国泰金有兴趣的人 不急啦 反正鼓励政策不如预期 也蛮符合大家的想象 那现真的价格是一个加码的好时间点 35块 可是你不要忘记 富邦金也破了现金增值下 58的 多 富邦金破完以后有没有 也没有爬上来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指标 上次讲的13金 他20块的现金增值下有没有锁住 如果都锁住 就是有人在真的用那个银行股 因为为什么 因为银行股有一次 有一支叫台气银 外资卖很多有一天不是跌9%吗 因为他鼓励政策 很少 超差的 超差嘛 可是你也不应该把那个 那个银行股要跌9%是少吃又少 他把很多人的信心有没有 信心崩溃了 因为他比13金那一天跌的4% 5% 还来得很重 因为银行股不可能这样跌的 那这个东西 如果说你银行股没有相对很低的话 大家介入了意愿可能相对比较低点 我去买那个一些传产的这些好股票 有没有相对 他涨的话涨比较多 我对银行股短期的建议是这样 好 老师最后这张图卡还有什么要特别补充呢 从90年国贷金控成立金控完以后 22年来他今年配息是最差的 那你看到他PV我刚才讲的 有没有 我们看金融股最低的天花板就是PV 美股净值30我们看37啦 信心资料35你记这两个资料 如果说国贷金真的破这个 那就代表整体大家对银行股的看法非常的保守 给他PV都不到一倍 这是我们这张图卡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 我觉得今天杜老师真的是不愧 我也是杜大师啦 今天分享了好几个Mature Numbers 希望大家把他笔记抄下来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赞留言并且订阅华视优选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哦